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坏血脂容易让人长这种黄澄澄的周样斑块 而有效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脂药有哪些有哪几类 今天张大夫有幸请到咱们国家的顶级血脂专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叶平教授 为大家详细讲解这几类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药物 大家一起听 现在可以说叶平教授 血脂是在互联网自媒体互联网上最受关注的健康问题之一 血脂当中大家最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现在能够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药大概有几类 您给大家说 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大家最熟悉的塔丁类 也用的是最多 从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期 我们中国就有塔丁类药物了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90年 30多年的使用的经验了 第二类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胆固醇吸收抑制剂 像这个一折麦布啊 海膜麦布啊 这些药物 第三类呢 就是我们大家现在还没有广泛应用 但是在很多医院对于心血管病的得了经心肌梗死 放了灌卖支架以后的病人 经常会用的就是PCI-K9的丹克隆抗体 抑制剂 降血脂针 对 降血脂针 降血脂针 老百姓啊 有的叫的通俗说叫 以前叫降血脂疫苗 它不是疫苗 它就是一个 脾下注射的降血脂针 对 有的半个月打一针 现在咱们好像最新的降血脂针就是半年打一针 我们新的这个PCI-K9的这个抑制剂呢 就是小肝尔RNA 它呢就是半年打一针 这些药物呢 我想未来的应用会对我们中国的胆固醇管理会起到一个非常助力的作用 这三类药物呢 其实作用机制上面是互补的 互补的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他丁类药物它是抑制肝脏的胆固醇的合成 来促进胆固血液中的胆固醇的代谢 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呢 它通过抑制肠道 抑制外部 海部 海部 对 它抑制肠道对于你这个肠道中的胆固醇的再吸收 来促进这个胆固醇的这个代谢 最后呢 我说的到PCI-K9 这个降胆固醇的注射针的话 它是通过促进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活性的增加 来破坏我们所说的PCI-K9对它的影响 那么促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通过肝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受体的代谢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所以我想这三种作用机制不一样的这些药物啊 它有互补作用 还可以克服相应的药物在剂量增大的情况下 带来的副作用 是我们未来降脂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三大法宝 未来联合治疗 助理我们中国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大镖也是非常有利的武器